大家好,我是Wincent 今次跟大家介绍拉架的Zoom镜 有很多声问拉架的Zoom镜究竟行不行 其实拉架的Zoom镜是真的便宜,很划算 因为拉架的定焦镜价格,往往也比Zoom镜 因为拉架的Zoom镜,很多时候都会交往日本厂代工 例如Milota,Sigma,或是金钱,这三班厂代工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支R35-74光圈Version 2 至于这支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这支镜和Version 1改良了很多 因为最主要就是光学结构的设计是由德国去设计 西门里面设计了所有东西,然后交由日本京池厂去装嵌 这支镜最大的特色来说,它和一般之前列的第一代不同 就是它多了一个Marco镜 还有改良了一样,这个转动的Focus行程是短了的 方便你对焦速度可以快了,再加上它行定四光圈 免着就不会有失光的现象 特色之处就是当它来到这个转动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按键,当这个按键一按就转过来 就是Marco,也有一个微距的功能 传说中来说,也有说到这支镜有AS Picture在里面的 但是我在镜身上,镜面找不到有一个飞球面镜的显示 例如AS Picture或者AS Picture的指示 但是一样东西不可不提 它有这个Marco的设计 它最近对焦是说26cm的 比一般的R镜定焦的人说,都比较近一点 一般R镜的对焦来说,最近都是0.3米而已 就是说3cm 这支来说,我都比较有特色 因为虽然来说,它正常对焦去到0.6 但是当它Marco的表现就比较强一点了 还有一个东西,大家有所不知 这支镜的后期改变了 就是现在的镜王,35-72.8 当然镜王来说,设计设计的结果完全不同 就是11组镜片,9组的设计 其实也引入了其他镜的组合不同了 但是镜出来的影像质素,当然比较漂亮 但是不要忘记,镜王的售价比它贵很多 就要过10万了 而这支镜就只有1万元而已 所以性价比就很强,也很适合你的镜头 而这支镜有一个特色之处 它可以拍视频 视频来说,它的表现也比较好用 而且比较对焦快 而且它这个Marco功能也帮助了大家 做一个非进非欧的过程 令到你可以简单一些,多一些变化的效果 也有朋友所说,会不会这支日本制的镜 有没有德国制造的那么好 其实也不会说这件事 因为小安拉架的QC都比较严谨 很多 至于德国做的话,为什么它贵这么多呢 也是可能一个信心的追捧 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德国品牌 都是觉得心里面,德国的镜会好一点 所以有些朋友觉得,戴镜都可能会差 但其实实际来说,这一样 只不过日本制造来说的镜头 其实它的质素都很高 但只有一样东西就是 可能因为Made in Germany Made in Japan 那些人觉得它贴一级 但大家如果真的影响的朋友来说 永远都是看照片的质素 就不是在于在哪里生产的 我们不如大家先看看影片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座大家都看了这支3570的相片 如果大家对这支镜头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尖沙桌的门市和旺角门市 我们的同事会为大家讲解一下 也可以带相机来试镜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보�站好 mand还供叹盈 优独播公司 owan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